好来看到堪称国内传统文化运动竞技代表性的全国布农运 最近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 今年主办的台东县海端乡公所 为了记录全国布农运动会的发展史 由秘书江聪明带领全农运回顾展策办的小组来到了卓西乡 仿掉了创办元老之一的时任乡长石敬彦 那么来探究创办的初衷以及核心的价值 继续来开往让全农运的永续发展 已经完成访调四位全国布农运创办元老的台东县海端乡公所 全农运回顾展策办小组在秘书江聪明带领下 来到卓西乡古风村轮天文件站 访调时任乡长石敬彦 在全农运创办元老之一的石敬彦带领下 筹办小组重新回到2003年 第一届全国布农族 摄尔记记文化运动竞技筹办的初衷 真正明了创办的核心价值 公主能想和之后希望能够一个是我们文化 第二个就是我们公民主 在体育方面当然像前进行 因为这个观景是两种 两种运动的运动 运动能够提升 我们都是自己住了 所以全国 全国布农族运动大会今年迈入第二十届 今年主办的台东县海端乡为了记录全国布农族运动会发展史 特别筹办回顾展既往开来 让全农运永续发展 我们的策展的内容有一个是人物访谈 那再来就是这个奖杯记录 还有一个活动的一个一个记录 最主要就是说也要让大家知道说 它是一个时间轴的当中知道第一届是谁办 第二届谁办 第四届 那中间可能有一些内容上的一些变动 那他们是怎么去维护的维系的 堪称是国内最具文化技艺与传统竞技代表性的全国布农运 从原本警署花东两线布农族乡镇的区域交流 最后在选举政治因素下第一次整合成功 进而促成后续全农运的发展 时任创办元老 时经验充满感恩 更肯定布农后辈的延续 那么还跟像这样的做法 我们也是蛮认同 我们也是希望说把这个 未来的这个活动 希望能够继续传承 甚至到20年以后 还是在 还是有继续在办理 这点我们也是希望 尤其我们布农族的这个团结 或者是大家能够齐心来 为我们布农族文化也好 运动也好 能够提升 从满山步旅到剑步如飞 全国布农运一路走来20年 当初以签名会期作为精神传承指标的实经验 感谢后辈持续不断的结榜推办 传承发扬布农族传统文化及民族精神 培训布农族运动竞技人才 而今年全国布农运即将在10月份登场 主办的台东县海端三公所也热情邀约 全国布农族人共享胜举 记者十一宇兰卓西采访报道